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想说的话 树不知呢会伤害到人 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 你都不敢面对面跟这个人讲 这句话 你隔着屏幕你就打出来 键盘瞎了 对 那我问你们 如果那个人是真的无心的 但是他伤害到你 你会觉得他是在霸凌你吗 无心的 如果你不小心捅我一刀 你还是错嘛 Sorry 很多人就会 就是很常发生这种事嘛 他其实是故意的 然后可能被讲 被人家被其他网友骂之后 他就会说我是无心的 对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种 因为被捅到的不是他 他就会觉得无所谓 但是当他被别人捅 他就会开始觉得说 他很委屈 你们有没有这种东西 遭遇过这种东西 我其实还好 有意思有吗 You're so pretty who want to say to you 拜託 is this kind of pretty girl people are jealous one that's why 那最近好像 好像去年 有一个很 劲爆的 一个事件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可以讲吗 大不了B啦 要B整个 但我觉得 市底下一定会有很多公司发生过这种事情 只是他们的刚好被爆出来 可是我觉得 不知道那个原始者 他被挖出来 就是 某某网红 像四家侦探一样 真的哇我很厉害我为他鼓掌 我朋友发出来啊 然后他就哇 女生都是可以当侦探的 是真的 然后他就去查 原来是这个人 散播了这些 散播 而且他不是受害者哦 是他的 朋友 对他的朋友是在那家公司 然后很像 很像我跟你诉苦这样子 然后他觉得他 打抱不平 对对对 为自己的朋友打抱不平 我要放在网上这样子 你们觉得这个是善意的举动 还是网罢 我觉得各有一半 对各占一半 因为如果你要为你的朋友打抱不平的话 不一定是要通过这个网络上 以及因为网络上你一旦放上去很难控制 就算你马上删除了 有些人可能还是截到 就像是那种 哦我抽烟不小心掉了 可是那个小小的祸 烧了整个森林 你不会觉得很 Ironic like你王八别人 结果你被王八 对 那老笑 太老笑 有时候就是讲 I think he was too engrossed in in exposing 对 then of that you get to change his account 对哦 Screen shot 对哦 哇 excited really you know everyone's on my side everyone's on my side yeah 他有受过几则留言呢 但是他是那种他不会 他会忍着 哦 他会毁人家的 你敢来招揉我直接 you always you sometimes reply them right yeah 但是他回复了之后呢 其实我们是吃瓜群众 我们就想知道我们毁他之后 他还毁他还能毁什么 但 删掉 大多数这些人 不是删掉 就是消失了 他不会再毁你了 他就觉得说 哦 你po影片我讲你 但是你讲我之后 诶 我发现你不好揉 我就ok 收手 you know 我觉得有点啊 刷存在感 是 对哦 she read some comments 你有啊 你要拿出来啊 哇 i have interesting that's fine 哈哈哈哈哈哈 哇 诶 这个是真人试线的 大家当场挖出来诶 这些人就是那种 self esteem 然后他就会 不意要拉 要拉踩别人 我踩 我踩你在脚下 我觉得我比较棒 是 我常常觉得 键盘甲就是这种人 对对对 他可能现实中 他就是个小罗罗 然后没有人注意到他 就去网路上 博取关注 说了说了 真的感啊 是 但这种我就觉得 现在我就开始会觉得 如果你说我A 你一张嘴 你说一说 我真的就是A吗 你要是说 你好 你好丑啊 你好笨啊 你说的话 对我 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 但他说的那句话 他体现出他的智商 对啊 来 anything 来 我们就是在等你 there's one video of Casey and I we are like dancing in front of the camera then suddenly there's an uncle behind then we're like I'm the who pise I just went off the camera then Casey followed then I write the caption sorry the show cannot go on because I got a previous video that went kind of like got a lot of views that say that the show must go on yeah then after this one we say no free show this time then he said the uncle also not interested see nothing so I answered sure I'm not I'm nothing ehee but you're something that is wasting earth resources but no reply I'm waiting we're like we're like Rosie 这么savage的 savage 我觉得我们不会去 招惹别人 但是别人来招惹我们 那当然 我觉得这叫 保护我自己 以前我是那种 我会很在意 别人会说些什么 现在我已经意识到了 无脑的东西 就不用太在意了嘛 而且这种人是 不会见面的 为什么要被他们 影响到你自己的心情 对啊 那你们会觉得 很像 what is that catcalling 就是叫你漏东西 那种 譬如说 你不会去 你不会去 社情网站看吗 奇怪 the DM asked me do you have any only fans or those kind of material that I can buy from you I'm like oh my god 这些真的有问题耶 之前有人电话 说要买我穿过的鞋子 鞋子 好几年前 也有说要买穿过的内裤 我跟你讲 that's a trend going on now on tiktok selling used items underworld 如果是那些键盘侠 po那就算了 他们是小洛洛 但是有些 tiktoker 他们会po这种content 我觉得 你po这种content 你就会让人家 对你有遐想 那你就不能怪说 人家对你讲出那些性骚扰的话吗 因为你给人家印象就是这样 我最近看到 diktok就是真的 是男生哦 有人跟他要买他用过的什么 袜子啊 内裤啊 他一千多块钱 蛤啊 呀 我觉得 很无语 说到键盘销 还是觉得有些 不止键盘销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 diktok的creator 他们po东西 他们也没有再经过大脑想的 嗯 嗯 像是 no in the head they're just thinking how to make a video viral 嗯 啊 controversy 对 我想要讲一件 吵架 不管他有没有看这个影片 反正我觉得他做法就是不对 他的那个影片 他主要他是想要raise awareness for 哦 我应该懂 加男是吗 性骚扰 is it she posts a video where she choke herself 呃 就是他在被rape 就是说现在很多女生出去喝酒 然后会被rape 嗯 但是 你要做这种content 你有很多种办法 嗯 但是他穿得很暴露 然后 他的表情又是那种很 你在a片才看到那种表情 you know 你怎么看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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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Kathy if it's okay to watch you at that age where you can watch your video but it's really you can show her the video 如果我是受害者我曾經可能被強暴過 看到她的影片我會覺得她是在嘲笑我 我不會覺得她是在raise awareness 但是我會覺得她是不是在嘲笑我 有一些女生她們真的是沒有穿的暴露 穿的正正緊緊 就什麼都cover啊 誰說一定要穿得很low才會被強暴 所以為什麼你需要穿到這麼低胸這麼low 然後以用那種很色情的表情來詮釋這個影片 我們都算是比較有自信 I don't dare to see it 真的有看到嗎 這是要看我們的表情嗎 她這個影片呢 我就覺得說如果是受害者我真的會覺得很傷心 而且她的comment其實都沒有很好 然後有些人跟她說你要不要趁現在快把影片拿下來 其實我有 有應該就可能只有這一個人讓我印象深一點就會當鍵盤俠嗎 她不只在她那邊comment 也讓我到我這邊然後也有去Rosie那邊 她就是到處做鍵盤俠 對到處做鍵盤俠 她就一直說紫綺智商很差啊 什麼連Coding都學不會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她會講那種 我會Code 我會Code 我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比你聰明 Tree Bimbo 哈哈哈哈 她叫我們Bimbo 最新的那個 然後她是 她說 我會Code 我就是比你高 我就是比你高一等 我就是比你厲害的 I already know her IQ CMI 我仍然是想做Coding 所以 诶 诶 等一下 等下 我先讲下 unload 诶 顿 要做coding 不是我选的 是学校要我制 诶 诶 诶 我们还要买超好的 我 我有意见 我也不想学coding DYOH 确实就是我们 就是比较幸运的就是 We are rather confident 就是我们不会去 理會这些东西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 这样子的去接受 就是要怎样去 对 因为有时候 你不懂 你会伤害到那个人的时候 然后他有一天不在了 你知道像韩国那些明星吗 对 是有过 for example 雪莉 对对 他那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因为我看到他一个影片 他在直播 然后他们那些键盘夹 他们就在那边讲他怎样怎样怎样 就是比较负面的东西 他已经在哭了耶 他已经在那边求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说我 他已经在那边哭得很惨了 可能他们还在那边讲 讲得更惨 我觉得这个是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 我觉得是不是他们本来 他们这种人现实生活中 本来就很缺爱还是怎样 他们就觉得我攻击你 我让你相信我就很爽 发泄他们自己了 变态嘛 结果到头来他们可能 他们真的 就没有人没了之后 然后大家又开始 哎呀 好惋惜呀 然后或者有些人 他们曾经霸凌过的 他们就说 我只不过是发了一个 简单的留言而已呀 我没有做什么 但是有一句话就是 什么什么 雪崩发生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你觉得那么一点点 你觉得一点点 对别人来说是一点点吗 你知道一点点累积起来是很多 对 你的一点点 但是不止你在讲这件事情 是大家嘛 那你为何不留点口的 至少你写的也好 你把它删掉 对呀 你不要发送出去好吗 你发出去这条东西很重要吗 对呀 对呀 伤害人真的让你这么开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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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资格说吗 对呀 你好激动 我第一次看紙期这么激动 还有吗 我的音量已经这个了耶 确实键盘下很可恨啊 对 可是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就是因为SOLID的这件事情 他们不是有那个SOLID Act 他们有去Propose在韩国 可是都没有通过 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在新加坡是会比较 安全我们没有这么多 maybe 如果有的话 顺便的全部都知道 对 而且这就是为什么 韩国明星团都有忧郁症 然后人家就觉得 一点点事情就忧郁症 但你不知道他承受了多少 对呀 你看到的 对呀 你看到表面 你不知道他在经历的是什么 有时候我觉得 可能你发出去任何东西之前 你就想一想 如果明天早上 看到这条留言的是你 你怎样 你什么感受 我认为他们经常说 你自己放在社交媒体 所以你应该可以拿这些留言 尤其是给女人 不仅仅是 因为人们在TikTok 普通人们可以用TikTok 你只能发动任何东西 然后说 你自己放在那里 你应该可以拿这些留言 你对这些留言 对吗 你对这些留言 对吗 你对这些留言 对吗 你对这些留言 你不要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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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我真的 我的激动的点就是 我看到这种无脑的东西 我就觉得 为什么会那么无脑啊 难道不是很common sense的东西吗 我觉得紫棋这个part 很好for我们的highlight 你把你自己放在社交媒体 doesn't mean people can chew you like that 你有个键盘 不代表你就可以随便议论啊 对 你有一张嘴 是让你来讲垃圾话的吗 对 那其实有一些很像案例 很像 诶我不知道是去年吗 那个 对 你觉得那个拍他的人 是对还是错 其实我没想到这个新加坡文化的文化 为什么你喜欢去年纪 每个人都从 从这 从那 但是它不仅仅在新加坡 在外国其实也有的啦 尤其是美国 我认为在新加坡 它发展得很快 然后他们喜欢放在TikTok 然后TikTok 让所有人都让她 有些我觉得 如果你单纯是 你需要 比如说这件事 你需要留一个证据 对 对 因为这个犯法嘛 对 你需要留一个证据 这样OK 可是 有些他们就是 故意拍到那边 其实我不知道那个 始作用者是谁 就是第一个拍他的人 是谁 可是为什么他 不会直接报警呢 为什么 如果你自己在这种状态 你已经很生气 你已经是社交媒体的人 你已经是社交媒体的人 定义时间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 你第一时间是在社交媒体 然后你去警察 对 对 我想到 他如果真的做错什么 是由法官来制裁他 现在的键盘侠 太把自己当一回事 把自己当做警察官 把自己当做警察官 法官来治你罪之类的 对啊 I mean 虽然他有错 可是我们这样子 一直说他 我们也对吗 但确实啦 我觉得 如果 如果 你要po东西在网上 就是 as a creator 你不管要po在哪里 当然我觉得人家 怎么comment你是不对的 但你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你会收到这些comments 因为你删了一个 你删不了全部 所以 你删了一个还是会有 主要还是要 所以你心里真的要自己 学会去调节你的心态 就可能不要去看 或者是一笑而过 我觉得主要就是 你要明白你自己的self love 你要知道这些东西 它 你不要让它影响到你 你懂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自然而然 他们 无脑的人 就让他们讲 无脑的话 而且他就是 想要让你不开心 对啊 那如果你真的不开心 你就要达到他的目的 对啊 对啊 你越不开心 我越开心 他讲了你越开心 他越生气 对啊 所以为什么要让一个陌生人 就是去影响到你一整天的心情 而且他又不认识你 他不知道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对 忍不到你说话 对 是的 那你们觉得 网络霸凌 versus 那种传统的霸凌 哪一个标策 可能在学校那种吗 I think that is one 我觉得都很 不好 不管是哪一个 我觉得都不应该发生 对啊 可是At least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是乐观还是什么 可是At least 传统的那种霸凌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 嗯 对 除非那些真的是 故意在背地里 传留言 然后你也找不到到底是谁那种 我觉得传统的是 可能就是有身上伤加上心理创伤 嗯 但可能 spread的就没有这么多 对 但现在网上的话你发的一句话 嗯 他有可能会被上千上万的人看到 可是那种传统的哦 很像let's say他 呃 你一直被那个人欺负 嗯 可是 you cannot do anything about it 而且网上你也是 cannot do anything about it but at least 你不知道那个人哦 你可以just ignore 可是如果是很像你笑霸 每次喜欢 收集证据报警 就是有时候如果那个人有权有势耶 新加坡还好 就新加坡还好 就算我们lucky 可是不是每个人就是这么幸运哦 但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都是 嗯 不应该开始 对对对 都是很糟糕的 霸凌不管是任何一种霸凌都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 请记得 你自己的言行举止 你放上网什么东西都要注意 因为 有时候你以为是 oh it's nothing but结果 对别人来说不一定 没关系 但如果你真的遭受到霸凌 不要怕 come find me 哈哈哈 如今会帮你叮 叮 当你真的遭受霸凌的时候呢 就可能找身边的人求助也好 对对对 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放在心上 因为霸凌的那种人 你越不反抗 他们反而会得寸净 对对对 你因为他觉得你怕他 他就越要欺负你 嗯 所以有时候不要什么 退一步海阔天空 没有退一步 退一步蹬鼻子上脸 保护自己 哈哈哈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这一集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探讨的 可以留言哦 转发分享按赞 记得订阅 那 Rosie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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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你要跟大家讲 可以在哪里找到你 I know how you protect them OK if you need help with bullying come find me at hye yuu.jang i like how she's striking you on tiktok i also like i'll protect you oh 姐姐 can you protect me of course oh god i'll protect you hey where don't have yet don't have yet no don't have yet won't have won't have toy x3 have我说 好 我们在 我们都保护你 我的IG是 mai underscore zhi Q三个i 我的是 kacy underscore bh 我的是 fel underscore k fel underscore k 也记得订阅 follow我们的 IG 还有 tiktok at hereweare.sg 那我们就 下次再见咯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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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